西哥我开了一个赖群拙 有兴趣的可以进来一起聊天 但是有录权考试哦 稍稍提示一下 答案就在虎爷跟咒那两支影片里 找不到答案的人赶快去看 有人说 阳间与阴间其实就是镜子两面 不管在阳间做任何事情 只要到了阴间 全都会变成相反过来的事物 像是基督教导十字架 只要倒过来变成逆十字 这会成为不祥的象征 甚至是找完撒旦的行物 在之前西哥我吉利推崇了 台湾鬼片之后里面 那代表祝福的手势 只要将之反过来 你就变成了祖宙的意味 大家好 我是西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日本被视为极度不祥的动作 你拍手 相信在荧幕前的你们都知道拍手这个动作 简单来说 这是当人们在开心的时候 会以双手掌心互相碰撞的举动 而在日本 他们在几百十名的时候 会以拍击双手的方式 已久获得好运 但在阴间的人们 如果他们要拍手 则会变成以手背互相拍击的方式 这个方式被称为逆拍手 也被叫做理拍手 因此如果上在阳间的人们 用阴间的方式来拍手 很容易就会叫来不信 也很容易让那个世界的人们认为 你是他们的一份子而靠近 而假如是在路上 看到了阴间的人们 对着你逆拍手 代表他希望你赶快去到他那边 在日本 有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 曾经有对情侣 他们在家里的时候 移动开车前往山上 打算在没有广海的地方 好好欣赏一下 漫天星斗与夜景 这趟旅行十分快乐 他们聊得不亦乐乎 两人的感情也怎问不少 但或许是因为年轻的缘故 在欣赏完夜景 前旅两驱车下山的时候 用一点小小的口角 逐渐演变成一场剧烈争执 两人都在气头上 谁也不肯让过谁 南方这时情绪激动 猛踩刹车后 停在路边 并一把推开了女儿的车门 我现在就要直接开回家 你要得给我坐好 不能给我下车 只是 女方脾气也倔强的很 看了一眼男友后 背起背包就下车 此时的山路中 几乎没有灯光 只有车子的灯光 能勉强照亮周遭 女友下了车之后 站在山路旁 面对着一旁的树林 一动也不动 男子此刻也拉不下脸 于是再度作为驾驶座 用力踩下油门 离开此地 徒留女友一个人 渐渐隐没在 后照前的视野当中 不久后 男友抵达三角下来的休息站 这一路上 他逐渐冷静下来 将女友以独自一人 留在山上的愧疚感 以及担忧对方安全的着急感 慢慢重斥他的思绪 于是他拿起手机 不停不打电话 想确认对方的情况 但不知道是讯号不好 或是女友阴声器 而故意不接 到了很多通电话 都没有反应 挠了挠头 男友只好再度发动车子 沿着原路 开回到抛弃女友的地方 一路上男友人 不断地试图打电话 他担心女友 是否出了什么意外 毕竟在这样的 荒山野岭中 若是安全上 除了任何意外 极度有可能 落得一个 尸骨五层的下场 还好在车灯的照射下 他终于寻找到了 女友的身影 只是 很奇怪 从他离开到现在 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 但女友看起来 跟刚才后造镜的身影一样 只是头也不回答 看着树林 似乎一步也没有动过 然而 男友此时 根本没有想这么多 此时将车子停在女友身旁后 咬下车窗 一直不停地跟对方道歉 并让她赶紧坐上车 可女友只是自顾自地 继续看着树林 完全没有要理会她的样子 这时男友只能一再一再地重复道歉 与拜托她上车的动作 宝贝对不起 刚刚都是我的错 晚上的山风很冷 如果你感冒了 会让我心疼 这样你忍心吗 快点上车 我带你去吃一点好吃的吧 在不停的求到公事下 女友总算有所反应 背对着男友 用略诡异的方式点了点头 灰尘的路上 那友依旧试着用柔情公事 试图打动女友的心房 但无论她再怎么努力 女友依旧是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愿意说 而那友直至理亏 被丢包在其他山上 是个人都会生气的 她也慢慢停下来画甲子 向着让女友稍微冷静一点再说 开着开着 在车顿的照射下 阴暗的道路上 反而出现了一个长头发的女子 她站在山路边 头发略微盖着脸庞 向着他们两人找了招手 看起来 像是想要搭乘顺风车的意思 卡奈尔见状后 不仅没有停下来 反而再次猛踩油门 以飞飞的速度离开此地 不留那名女人的视线 看着逐渐消失在走完处的汽车 很快的 他们两人再度回到了 休息站的汽车场 这时候 女友总算开口 但并不是提到 有关于两人吵架的部分 而是 为什么不让那个女人搭车 哪有看似惊惶未定 深吸一口气说道 然你也看见了吗 以前我奶奶跟我说 阴间的人 会做出跟阳间相反的动作 最知名的例子 就是将手反过来 用手背拍手 而刚才招手那名女子 她是用手背对着我们招手 换句话说 她其实是个死人 说到这里 女友终于将头转了过来 一边温柔地笑着 一边将手反过来 用两只手的手背拍手 一项子的故事 在如今 亡人的作用下 广为溜穿 但没有人知道 这对情侣的真实身份 也没有人有办法 寻找这起故事的真伪 但在日本的人气音乐节目 New East Station当中 就曾经拍摄到两次 关于溜拍手的领衣现象 首先第一组 是来自早安家族的Country Girls 被翻译作为 乡村女孩 1999年 乡村女孩的评选大会 在中美睽睽之下 盛大展开 总计超过前任的参赛者当中 必须评选出 三位少女组成团体 这三位女孩分别是 柳川许美 鹿田林英 以及小林子 原本即将迎接 全新人训的新兴团体 却在即将正式出道前一周 成员之一的 刘元许美 不幸车祸身亡 这当中的原因 有人专出了人说 当时乡村女孩 在发售手上传辑时 曾经有到 Music Station上 做过宣传 而在北人途中 雪人发现 在后方的观众席 有个人 正在不自然地拍着手 仔细观察之下 甚至发现该名女子 不仅歪头的角度 极为不自然 甚至拍手的方式 是被日本人 视为不详的逆拍手 而之后 看过该影片的网友们 大多人认为 这名女子 就是当初 车祸过失的 柳原许美 至于另一个故事 这是日本知名歌手 大宗爱的故事 大宗爱有一首歌 名叫 星象仪 或许以目前的女们 已经有些人听过 这首令人动容的歌曲 但你们知道 这首歌 背后的故事吗 去传 这首星象仪 其实是大宗爱 写给 曾经论及婚嫁的前男友 两人十分深爱的对方 却因为他艺人身份 无法公布 两人的骄傲关系 也无法得知 这名男子的身份 然而 就在两人热恋之际 这位前男友 却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 导致他们 天人永隔的结局 据实乎 大宗爱 为了纪念他 创作了这首歌曲 没想到 当这首歌曲 在刚发行时 大宗爱 同样上了 Music Station 做打歌宣传 接着他演唱到 副歌的第一句 现在 好想去你身边时 摄影机 居然排到了 在观众席当中 一位面色苍白的男性 正在对着台上的 大宗爱 逆拍手 仿佛 就是神谷不久的前男友 特地回来听他 唱歌一般 逆拍手 算是一种名义游戏 通常在网上 还搭配着许多的玩法 像是对着镜子 逆拍手 就可以看到自己 未来的死状等 无论这些游戏 与传说是真是假 当你们抱持着 这样的念头 做出类似一事时 那股念头或多少 会吸引到 仇教的亡灵们 所以为了你们的安全 若看到路上 能对着你逆拍手 请千万 要记得远离对方哦 今天的故事 正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在下方 留言讨论今天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可以使用 超级感谢这个功能 那对我来说 会是很大很大的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 微信哥 我们下次见